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来到今天的午休不眼了 那昨天跟历史哥 还有跟亚中老师的这个对谈 大家收看了吗 那当然我知道 其实每次跟亚中老师对谈 或是谈到亚中老师这些东西啊 因为我说其实我认识亚中老师几年了 那我其实都非常尊敬他的 这几年的理念跟行动啊 那我不一定完全认同他的论述 那我也会告诉各位说 为什么我不认同他的论述 我在之前的几集节目 其实我也都详细的分析过 包括他的两岸的和平协议 包括两岸和平备忘录等等的 其实我都有去详细的分析过 为什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行方法的理由 那在昨天的对谈之中呢 其实我也提到了这一点 大概在整个专访的后半段吧 但是我昨天讲的 其实不是这些具体的技术细节 我觉得其实很多网友 因为其实各位的网友留言我都有在看 包括像昨天晚上 那当然我们这一集 这个跟历史哥 跟亚中老师的这整集节目 我看一下 现在已经到了突破400折留言了 实际上应该是大概300折左右吧 因为其实大概我大多数的留言 其实我都有回 就是所有批评我的留言 我几乎都有回 所以可能其中有100折是我的 反正现在YT这个昨天的影片下面 已经有突破400折留言了 但是呢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事情是 这400折留言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针对具体对谈的内容 而对我的批评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这也是我在昨天的对谈之中 我觉得可能是我真的戳痛亚中老师的一个点 我还是先再三强调 我是认识亚中老师好几年 那你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对亚中老师没有恶意 如果真的攻击性很强 不会是像昨天那个样子 大家如果认识我们知道 我跟民进党立委吵架的时候 在立法院公订会的时候 我可不是这样子 包括像昨天 昨天录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坐车到捷运站去 然后我是跟历史哥坐同一台车 我在车上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我今天攻击性很强吗 那历史哥说 应该没有吧 因为他以前看过 我真的跟在立法院公订会 跟那些还团的 跟那些立委吵架什么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攻击 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我只是点出一些 同样是作为一个公共倡议者 我觉得我点出一些点 如果亚中老师能够听进去 他才能够往前进 当然我也知道说 其实在 因为我昨天也强调 一个人支持或反对一件事情 不总是靠理性的说服 事实上大多数时间 一个人支持或反对一件事情 都是靠情感的因素 包括亚中老师的粉丝也不例外 因为你相信张亚中这个人 你信任他 所以他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 本身具体的内容 其实说老实话 你并不在意 但是你相信他 所以他说的是对的 他做的也是对的 你愿意支持他 这才是群众的本质 但是亚中老师 在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坚信 他是真的用生命去信仰 这些公共的议题 政治的议题 两岸的议题 可以用理性辩论的方式 来取得认同 来说服对方 但是其实并不是的 不要说是反对他意见的人 不要说是中立的选民 连支持他的人 支持他的这些粉丝 也不一定完全理解他的主张 比如说 在昨天的一开头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 蔡英文的国庆的文告 提到了四个坚持 那他很明显就是高两国论 明显就高两国论 那我就说 其实这四个坚持 哪一个不是台湾民众的 最大公约数 在经验直觉上 因为一般人并不会去区分 主权跟治权 国家与政府 所以蔡英文的第二个坚持 那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我们也都心知肚明 蔡英文是所有的主权互不隶属 他就是高两国论 我不认同 我不认同 但是我也必须说 在民众的经验直觉上 我不会跟你去分 到底是两个国家 还两个政府 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是不是两个国家 可能是 这是在经验直觉上 这是一个事实 这没有对错 那当然包括像亚中老师也好 他就说我怎么可以去 去赞同蔡英文的主张呢 世兄说这个东西 他没有什么不对 这完全是错误的 你看这中间就产生了一个 沟通的误差 我不是说蔡英文的主张 没什么不对 事实上我也很明确的表达 我不认同蔡英文 这样子两国论的主张 但我强调的是 在一般民众的经验直觉上 这个说法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 因为一般人都不会去细分 哪怕是张亚中的支持者 也分不清楚国家跟政府 大家不要急着否认 我举个例子 在当主席选举期间 那大家因为知道 红秀柱本票的那个事件 那张亚中跟张亚中的粉丝 他们有一套这个说法 然后后来呢 张亚中也提出了这个 这个两岸和平备忘录 跟之前的两岸和平协议 都犯出来 那朱立伦就攻击他是红统 那这边我也是再三的 我在全球期间我也是 我再三的也帮亚中老师澄清 我认识亚中老师这么多年 他本人绝对不是红统 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是 他的支持者里面 有不少确实是红统 或者是深蓝红统化而不自觉的 那所以我当时我也写了一篇短文 我澄清说 其实朱立伦 因为他当时是直接批评 一宗统表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 也把红绣柱牵扯进来 那我就稍微做了一个解释 我说红绣柱在2015年 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宗统表的版本 跟张亚中的版本的一宗统表 其实是有所差异的 虽然红绣柱版本的一宗统表 也是张亚中操刀的 但红绣柱有加进一些 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我认同的是红绣柱的版本 我不太认同张亚中过去提出的 所谓的台北中国的 跟北京中国的这个版本 那当然细节的争议 我在之前的节目上 我曾经讲过一集 当然亚中老师 他自己本人是说 因为对岸也不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他们用北京中国 那我们也不用中华民国 我们用台北中国 他觉得这样是对的 我说No 这不是对的 因为在国际上的现实 大多数国家所认知的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自己不亮出中华民国的权衔 那这个中国的意涵 就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 那你会说 可是这样子 这不就是变成搞两国论吗 你听我说完 如果我们今天还停留在 九二共事一中个表 互不说破的默契 那确实我们在事务性的交流上 我们可以用包括像是中华台北 或是什么台风金马 或什么关税贸易协定 等等之类的 等等的这太替代的名词 但竟然我们要从个表 不表走向同表 互相承认治权的时候 那双方政府的正式权衔 为什么不敢亮出来 所以我们也再强调 北京必须要面对 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事实 这没有对错 这是一个事实 当然共产党可以有他的一套论述 但是两岸竟然都是中国人 我们应该还原 这个现在这个两个中国政府 跟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我们必须要坦诚去面对 而且是两岸所共谱的 这是可以互相讨论 这是可以互相谈的 有什么好不能谈的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主张 其实跟亚中老师自己的主张 有点矛盾 我在强调的一次 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一中个表 或是一中不表 那在两岸之间的交流 我们要避开那个名诽 这个我完全赞同 可是既然张亚中 他自己都主张说 我们要进入政治的深水区 我们要走向互相承认治权 然后主权宣誓重叠 这些我都完全认同 但是你用的名义 那你说这个名字不重要啊 实质的这个平等才重要啦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 两岸之间 为什么争执了 自己十年的时间 就是在那个名义名分上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包括像是那些台独的也好 他们为什么要争一个 台湾共和国 要台湾要独立 他们也是争一个名啊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敢争 他们也考虑到了种种的现实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 两岸之间能够互相坦诚的谈 那中华民国政府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两个政府的权衔 有什么好 不能够亮出来的呢 事实上在马英九时期 我们两岸之间 虽然没有进入到政治的谈判 但是这些普遍的事务性的交流 也为双方政府的单位 官方对官方有累积很多的政治的互信 所以很多深蓝的一些人士 他们常常否认马英九时期的两岸之 他们说马英九这个祸害两岸 把两岸和平的发展的机会 都给断绝了 因为他在任内都没有谈这些东西 我必须要很诚实的告诉各位 这个认知是错的 因为在马政府时期 确实在那时候 我们并没有走向治权互相承认 但至少是互不否认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当时的我们的陆委会 跟对岸的国台办 是可以直接联系 直接协商的 一通电话直接的沟通 所以在那个年代 那个时期 双方的政府 官方对官方官员们 是可以互相直接的联系的 这是有非常深的政治互信 我们如果合办一个活动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我对你有什么不满 我们都可以坦诚公开的讲 那大家都知道 双方的底线在哪里 有这样的互信 才能够避免两岸兵容相见 所以我觉得我们谈两岸 如果你去否定前人 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 也背移了历史的事实 所以这个在谈两岸的时候 是不可轻忽的一个大忌 不可以触犯的一个大忌 但重点其实都不是那些技术的细节 我说当时红秀柱版本的一中同表 跟张亚中版本的一中同表不一样 我就见过不少亚中老师的粉丝 就来反驳我 他说张亚中老师 专研两岸理论这么多年了 红秀柱的版本也是他操刀的 所以张亚中的版本 一定比红秀柱版本的更高端 更高明 你红秀柱版本说什么 说什么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要承证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事实 那在红秀柱版本的主体 他实际是中华民国政府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一些亚中老师的粉丝就来跟我说 这就是搞两国论 你把中华民国秀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搞两国论 我说你没有搞清楚 国家跟政府之间的差别 而这也是亚中老师念之在之 只是在耳提面命的 所以很可惜的是 连粉丝们都没有把 张亚中老的话听进去 但是这个很不对吗 其实我昨天跟亚中老师对谈之中 我承认其实这一点 可能真正戳痛亚中老师 因为就我认识的亚中老师 他多年来 他用他的生命去坚定的相信 这些政治两岸公共的事物 都可以靠理性的辩论来说服对方 来取得认同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我昨天也一再的强调 一个人支持或反对一件事情 大多数的时候都不是靠理性 都是靠情感 或者说我愿意相信你 那你说的话 你做了事 我就相信你是对的 那不要说是你的对手了 不要说是中间选民了 连你的支持者 其实也不一定真的都理解你的理论 而支持你 他们只是因为过去深蓝的一种失落感 看到国民党积落不正 又没有办法把两岸主张讲清楚 所以这一股怨寄托在张亚中的身上 但是张亚中这个人 他所表现的姿态 是值得你们去信任的 可是他的理念 他的主张 你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所以我随便讲一件事情 包括像这个主权跟治权国家跟政府 就有很多张亚中老师的粉丝是听不懂的 但他们可能也没有意愿去听懂 那我也要帮他们讲一话 他们也没有义务去听懂 我从事公共倡议这么多年 我其实都很坦白爽快的承认 连我们自己的支持者 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所谓乙和养绿真正的意涵 很多的支持者都还以为说 乙和养绿就是用乙和能养绿能 所以要去补贴这些风电光电什么的 我说对 但是那只是其中一部分 真正的绿是生态环保的绿 绿能是一个手段 那核能跟再生能源都包含在绿能之内 那我们利用绿能的手段 去为环境生态留下修养生性的空间 那个绿才是真正的绿 而不是绿能 而不只是绿能的绿 但是我讲这些 讲这个一层两层三层这个含义 我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听得懂 都记得住 我甚至不要求我们的支持者 如果我们支持者只停留在第二层的含义 就是以和能养绿能 我觉得这也OK 反正就是我们取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这才是群众真正的本质 因为大家一天也都只有24小时 我们要工作 要娱乐 要生活 我们没有义务去深入了解每一个议题 所以我作为一个公共的倡议者 我从来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具备理解这些议题 深入理解的这个义务 我从来不要求 因为这是过分的苛求 这也是过去像陈维廷之流的那些假社运人士 他们总是举着道德的大旗 然后说你如果不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是马英九的英权 你就是国民党等等之类的 但这样子的社会运动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或者说不要说对或错 因为我这样也好像也犯了说 把自己放在一个 制衡绝对对错这个毛病 至少是我不认同的 至少是我不认同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真的有戳痛亚中老师 但是我还是要一再强调 因为我知道亚中老师也是学佛的 他也信佛的 那我本身我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对佛教佛学 其实是相当亲近的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 这叫我直 这叫众生相 如果你没有办法看透众生相的本质 他的本质就是如此 没有好坏 无分对错 众生相是如此 如果你没有看开群众的本质 这样的众生相 你就会陷入一种我直 你认为你的理念跟主张是对的 你必须要去导正 现在的教育 现在的思维 你必须要去纠正 所谓的主流民意 对 因为我们跟亚中老师在昨天的对谈之中 我们在前面一大半 都环绕在这个所谓的主流民意这件事情 但是也有很多亚中老师的粉丝 误听了我的话 因为亚中老师他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 或者说他在接着我话的时候 他其实做了一个偷换概念的动作 那后来我有点出来 我说 我不是说 我们就要完全照着主流民意的话去做 我们要去倾听主流的民意 我们也要去倾听少数的民意 但是作为一个意见领袖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折冲现实的考量 然后带领人民走向正确的道路 至少是我认为正确的道路 那民主社会的可贵在于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 你认为正确的那个道路的主张 但是你必须要去说服群动 取得认同 而人民的认同 才是你不予权利的基础 这一点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 都是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大陆 他也必须考量到广大人民的心声 然后他不一定照着多数的民意照做 因为他们知道 大多数的人民对某些议题 不见得有专业的见解 但是他们的观感仍然是真实的 他们的观感仍然是必须要被考虑的 而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 他就必须要去考虑这些现实的责冲 那包括像是蔡英文的第四个坚持 就是由台湾的未来 由台湾2300万人民所决定 这其实源自于台湾民进党的这个 台湾前途决议文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 这也不是什么新的主张 那雅中老师在接着我话说 他就反驳说 台湾怎么可能 台湾的未来 怎么可能是由台湾2300万人所决定呢 你要考虑到美国的因素 中共的因素 世界的因素等等的 所以他就举个例子说 你今天一个人 你可以决定你从101大楼上跳下来 但是你一个人要去改变 整个国家的未来 整个国家的路线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的找工作 谈恋爱 生活 你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 别人的观感 所以你不可能是一个人 决定所未来 那轮到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说 雅中老师你偷换了一个问题 我刚刚说的是 我们要去考量民意这件事情 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 我从来都没有说 一个人就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当我们从小到大 在求学 找工作 谈恋爱 结婚 生子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也都是受到现实层面的 种种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跟种种的现实条件 所妥协 但是民主的社会 就是每一个人 所提出你的主张 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妥协 最后取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这就是民主的社会 甚至不要说是民主的社会 连大陆也是如此的 你说中国共产党领导 他也是在某种程度上 调和这个妥协的一个机制 然后以党领政 中国共产党带领着 中国大陆人民向前迈进 不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这是两岸的同 包括像国民党也说 求同存益 朱立伦说求同尊益 那有些人都说 你干嘛去放大那个意呢 对不对 我们要求同啊 是我认同这个主张 所以我这边也是在求同 求同 那我从头到尾 一直围绕的就是 我强调的是 我们要从民众的观感所出发 我们要以人民为本 这是民主的本质 以民为本 我们要用同理心去考量 即便你的认知我不认同 你的认知 对我来说你是错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在你面前说你是错的 你是被洗脑了 你是被带风向了 我跟你讲一千次一万次 你会怎么做 你会说对我错了 对对我真是真心的忏悔 你讲的才是对的 我要回到你正确的道路上 醒醒吧 醒醒吧 回到现实来 我们这几年来做公共倡议 我们有非常多跟义温城交手的机会 有一些人他先天没有办法被你说服 他也不是来跟你沟通的 他就是来跟你吵架的 但是我们在这样子意见的冲突之中 我们要做给第三方看的就是 我们是一个能够去倾听 哪怕是跟我们完全相反的主张 然后我从中抓住他一个他最在意的点 让他至少虽然不接受不认同我的主张 至少他开始考量说 好我听到你的主张了 这才是沟通的第一步 而对于那些第三方的群众来说 他们从双方的主张比对了 他们知道说 谁能够抓到我在意的点 我昨天也提到了 在台湾社会 真正反核的了不起就一成 真正永和的了不起也就一成 那剩下八成的民众 他们其实并不在意要不要用核能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是会不会涨价 有没有缺电 还有有没有空污 他们就在意这三点的事情 这三个问题如果都能够解决 谁关你要用核能 还是再生能源 还是火力发电 对不对 但很可惜的 这些能源各有各负的优缺点 没有办法三者兼顾的情况下 那就要做出一些折冲 但是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或是 你的支持者懂的 其实比你想象的少 但是社会大众知道的 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多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 在人类是一个写作的社群 这也是我在三所强调的 你要去相信群众的智慧 群众的智慧并不在于 这些群众讲的都是对的 群众的本质确实是盲目的 但是在这个盲目混乱的之中 他仍然有其秩序 他仍然有其 这叫乱中有序 所以作为一个公共倡议者 我们在跟义温成对话的时候 我们要去设法抓住他最在意的点 试图让他至少听进我的主张 而不是在那边一直想说 你违法 你违宪 对不对 这个蔡英文怎么可以搞这个两国论 他就是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违宪 违宪这件事情难道不重要吗 师兄你说什么 他主张没有什么不对 说什么最符合民众的这个经验 直觉观感 我告诉你主罗民就是错的 你讲的都对 你讲的都对 但是你讲一千遍一万遍 你不会去改变任何的事情 你指着人家彼此骂 说对 违宪违宪违宪 我昨天也说了 像亚中老师您 或像我 我们都是在意法律法治的 所以在我们眼中 违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对 但是我们也要睁开眼睛 在别人的眼中 在一般人的眼中 那他们眼中违宪这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吗 或者应该说 人在日常生活中 他的利益的冲突都是选择跟妥协 如果当他们认为中共所带来的武力威胁 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这些台湾的政客 我讲是政客 不是政治家 政客 哪怕是他虚心假意 可是他愿意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 你居然心中说他就是要搞两国 他就是要搞台独 可是 如果面对武力的威胁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的时候 我宁可让这些人对对岸强硬一点 请注意 我刚刚讲的这一段 你不要来扣我帽子 刚刚讲的这一段 我不是说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而这样的做法是一个事实 所以在这边我也请 比如说大陆的网友 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当然知道对岸 中共官方 其实这那么多年来 其实一直在对两岸之间的这个方案 是释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 那我也知道很多的大陆人民 就比如说 骂说国台办就是贵台办 对不对 你放出那么多善意 台湾人都不买单啊 对不对 我们干脆就武力统一解放就算了 可是其实大家先冷静一下 来想一想 为什么中共官方高层 一直在很坚持 甚至他有在刻意的抑制 所谓梧桐解放这个声音 因为他们就知道 一场战争的开始跟结束 都是要付出很庞大的代价的 但是也不是说 台湾就这样 有恃无恐 说你就是不敢打 对不对 然后说美国爸爸会来救 我昨天也说了 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来救 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来救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地方的主张 其实我跟所谓张亚中也好 跟很多蓝银人士也好 其实也都是有类似之处的 但是也有一些主张 我跟所谓的中间选民 维持现状派 或者甚至是绿营 有一些人 他觉得说抗中保台 这个中 如果是中国 那我不认同 我们为什么要抗中国 我们自己就是中国 那如果说是抗中共 可以啊 中共治理大陆 如果他们自己的成绩很好 那也很好 我们也觉得高兴 但是现阶段 中共如果要来统一台湾 至少台湾人民 目前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要反过来说 为什么台湾人民 对中共产生这样子的不信任 甚至我们可以讲再生 我们可以讲到什么香港问题 什么之类也好 但请注意 你也不要再来扣我 好像是我能支持港独 没有 我从到我都反对港独 我反对台独 我也反对港独 可是香港的那一场反送中运动 整体来说 其实他也带给中共官方一些教训 他在治理香港这些手段上 他在初期处理上 是不是产生了一些错误 他并不是完美无暇的 当然我们还是要强烈的谴责 这些在反送中运动 这些暴力这个行为 可是当你在进行送中条例的立法的时候 这产生的香港人民对中共的不信任 这是一个长年以来不信任的爆发 我在去年的 甚至前年 我在前年的广播上 我讲过至少两次 我说送中条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送中条例本身 事实上陈同佳到西南都还没有来台湾受审 因为蔡政府拒绝 所以这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 送中条例本身不是问题 但是因为一些夸大的渲染跟扭曲 他说送中条例会让什么新闻犯 政治犯什么的 但其实你看那个条例 他名文排除了那些政治犯的范畴 甚至我们讲的难听一点 如果你这么不信任中共 那中共如果想要抓一个人 他需要明目张胆的立一个送中条例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的逻辑就到达0.100 但是我也说 因为当时香港建制派的议员 急于让这个条例通过 所以让市民产生了不信任 所以后面你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因为人民的观感对你不信任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明确表达我的主张 我说我反对反送中运动这些暴力行为 但是我必须说 送中条例现在应该先撤回 基于立法安定性跟社会安定性的原因 我们应该先撤回这个条例 跟市民沟通 跟议会的议员们沟通 说这个条例其实是定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并没有触犯到你们所在意的那些点 我们大家就事论识 你取得沟通跟信任之后 你再来推这个条例 所以当初如果那些建制派的议员 不要急就张的去恶毒这些法案 那后面所引爆的这个 当然香港市民对于中共的不信任 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但是如何去慢慢的化解 那当然你会说 现在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过去了 然后现在香港又回复了这个安定 但是其实那些潜藏在人民心中的 那个不安定性还是存在的 而这也是我建议不管是港府也好 还是中共中央的这个领导的高层也好 他也必须去细致的去考虑 从同理性去考虑香港市民的观感 这是以民为本 所以你看我讲了这么多 你觉得我是在帮中共讲话呢 还是在帮中共人讲话 我跟我说我都没有 我就是救世论事 那你说这个是在帮国民党讲话吗 也没有啊 你看国民党哪一个人敢向我向他明确的表态说 我认为送中条例要先撤回 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同时表态 我反对反送中运动的一些暴力的行为 对吧 这些话难道不能讲清楚吗 但是我也承认 我跟亚中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承认你看我讲了这么的清楚 但是绝大多数人 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么深刻的 整个香港反送中运动 跟他牵涉到了整个历史的脉络 跟社会的安定性这件事情 我认为一般人没有必要理解这些东西 所以有机会问到我 我都会讲 但是呢 我也没有强求你一定要理解 同样的亚中老师也是啊 他的这些两岸主张 我也就都觉得很好啊 他也可以试试去宣扬啊 那讲了讲了 他的支持者买单了 可是他支持者也不一定都有 全部都听进去 那这就是众生相 你如果没有看透这个众生相 你就会陷入我知 所以这就是一个宗教家 跟一个战术家的区别 我不是什么战略家 但我的工作就是 衔接战略的执行细节 让这些战术跟战略 都得到实现 都有可行性 我们这种都是苦干实干派的 我们用时机去证明 我们的理论是真的能够被实践的 因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实经史 对吧 所以在很多时候你就说 我这个黄秀这个人啊 他到底是统派还是独派 到底是蓝的还是绿的 是不是蓝皮绿骨 我告诉你 我都不是 我都不是 像亚中老师也从头到尾 他搞错一件事情 就是他面前的这个人 他今天在他面前的这个黄世修 没有要来跟他争对错 事实上黄世修这个人本身就没有先预设对错的立场 你说两岸 统都 到底是这个 红统 蓝统 还是华独 台独 我对所有光谱的主张 我都会去了解 但我没有预设任何的框架 包括像两岸之间 如果未来要走上谈判桌 也是一样啊 我们两岸之间不应该预设任何的框架 连这个框架本身都是要两岸先坐下来谈的 所以中共单方面提出一个主张 台湾这边 我们没有义务去接受 但这个框架 我们可以共同的坐下来谈 那现在是不是谈的时机 这个见仁见智 但是亚中老师的主张 所谓的两岸和平备忘录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我讲过几次了 那包括我像我昨天看这个 400多篇留言啊 实际上应该300多篇 因为我回大概就100 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惋惜的 就是这400 这三400篇里面啊 没有一个人面对 我对和平备忘录提出的这个质疑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和平备忘录里面 他本身涉及了统一之后的政治制度安排 他说对岸是主张一国两制 我方是主张天下围攻 那这个第一个我不认同 因为国民党长年以来的立场 是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那在一个白纸黑字的谈判 跟签订的协议之中 你把对方的主张写上去了 而你写上了我方的主张 却没有对对方的主张表示强烈反对 那么他的解读就是你不再反对这件事情 你没有赞成这件事情 但是你不再反对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对两岸之间的互信 真的有帮助吗 第二个 这个涉及到了统一后的这个政治安排 它就是一个政治协议 亚中老师也亲口承认了 这是一份政治的协议 当然亚中老师的说法是说 这哪有协议不涉及政治的呢 对啊 但是他就是政治协议 所以过去这段期间 我看到好多亚中老师的粉丝 他们用一种说法去开脱 他们说 这是和平被忘录 这是被忘录 所以他不是协议 协议是要有强制力的 我说这错了 契约有强制力 跟我们的民法上定的契约是有强制力 但被忘录它没有强制力 但被忘录跟契约它都是协议 协议也可以定的没有强制力 反过来说 被忘录的条文 你也可以定的有强制力 都是具体条文而定 而不是说它明明是一个协议 或它明明是一个契约 可是因为它的名称叫做被忘录 所以我们就可以豁免所有的责任 并没有这样子的 而且这个说法也被张亚中 自己所打脸的 所以这个可以说成是张亚中打脸张亚中粉丝 亚中老师已经承认了 这就是一份政治的协议 但是亚中老师的说辞 从党主席选举期间 因为陆委会警告他 说这个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就说 你这个只能去吓唬国民党高层 对不对 国民党在野时期 不涉及公权力 我怎么会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呢 对不对 在这点我不认同 我说 我那时候我就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五之一条翻出来 那一条说的是 未经政府授权 禁止跟对岸签订 涉及公权力 或政治协议 请注意 那中间那个字叫 或 所以你说国民党在野时期 那你张亚中如果当选国民党主席 你作为党主席去签 他不涉及公权力 因为你没有执政 这部分对的 可是他是不是政治协议 是所以他违法 他违法 而重点不是在于他违法 因为老共也知道 张亚中的这一个和平被忘录 会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中共的高层 你会愿意背一个黑锅 说我中国共产党公然的说死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违法 你中共公然说死国民党在台湾违法 让民进党政府抓到一个天大的把柄 甚至可以下令解散国民党 你这是为国民党好吗 当然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因为我刚刚说的老共也十分的清楚 这个被忘录是违法的 你可以执政之后 你以总统的身份 当然这个应该不能说总统了 两岸之间谈 以这个政府领导人的身份 两岸之间来谈 来谈和平被忘录 来谈合理协议 但是你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如果你当选了 你就算去跟中共谈 中共不会买单这件事情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形势一向谨慎 他不会愿意背这个黑锅 所以张亚中在赵超康的专访之中 他表示 因为赵超康也其实他有追问这一点 但赵超康先生他问的没有那么细 但是亚中老师他就回说 我就是签嘛 对不对 到不了2023年之前 我签不成我下台嘛 所以我就根据这一点 我就问啊 你说签不成就下台 可是我跟你分析了 老共不会愿意背这个风险 说死国民党在台违法 所以老共不会签这个和平被忘录 不可能的 那 所以你从头到尾就是谈不成啊 那我相信以亚中老师 你的聪明才智 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说的事情 而且一开始 你可能说你看错了 你看漏了 你没有看到或那个字 你只在意那说不涉及公权利 所以你说我没有违法 但是我把条文都翻出来了 而且是昨天的对谈之中 我直接当面的直接质问他了 我说这就是政治协议啊 那一开始亚中老师还去争说 这是被忘录啊 这个什么之类的 他又想要用之前在选举时间 他对粉丝讲的 对支持者讲的那套说法 可是最后我又说 可是你涉及到的同志 或者政治资料安排 他就是政治协议啊 那亚中老师最后被逼解 他终于脱口了 说一句话 他当然是一个政治的协议 但是呢 我会去抗争啊 我会去跟他去抗告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看 你自己都承认的 他是政治协议 所以 我再多想一次 亚中老师不会违法 张亚中不会违法 因为他在违法之前 中共就不可能买这个单 那既然不可能买这个单 那你的竞选承诺 就是说你签不成就下台 那你从头到尾不就是买空卖空吗 对不对 这当然是一个很痛的一个质问啊 因为亚中老师 整个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他就是以两岸合并 被忘录为最强的主打 但是这个主打竟然是空的 这当然他不能 一时间不能接受啊 那我认识亚中老师 然后我也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对不对 我也不需要去跟哪一个 哪一个党主席去表态效忠 对不对 我知道一堆张粉现在都说 我现在就是为了 对新主席朱立伦效忠啊 我说拜托 我又不是国民党员 对不对 我也没有任何的党职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些心中想着 在组织面前 立功行赏的这种心态 你们自己整天就在 积极引引这些利益 但是你们从头到尾 都不敢面对 你们所追随的张亚中 他所主张里面的矛盾 那我昨天看了三百多则 快四百则留言 没有一个人真正提到这件事 他们都说这个东西都是不违法 亚中老师都解释了 黄文兄一点风度都没有 对不对 还在那边质疑质问 那边攻击亚中老师 扣帽子什么的 我说来来来来 我们就面对这个具体的法律条文 但是我还要强调 我没有要你懂这件事情 你没有义务懂这件事情 这不是你的责任 但这是张亚中的责任 这是作为一个意见领袖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 如果今天你终于知道 你的主张错了 不可行 那你要不要跟你的支持者 坦承这件事情 这可能也是一个灵魂的考问 我们当然在一般政客的做法 当然不可以承认 对不对 这个是让我支持者 开始不信任我 怎么可以呢 会动得到我的基本的诚信 基本的人格 对不对 打死不能承认 黑的都要说成白的 民进党政客不就如此吗 可是今天我们认识亚中老师 这么多年 我相信他是一个学者 他应该是一个有品格的一个学者 那过去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能看漏了 你可能学有不经 因为不是每个学者 不是每个学者 都对每件事情都辽落指掌的 他可能真的看漏了 那我现在我把它点出来 对不对 那我也不是说 黄文修点出了这个错误 所以黄文修在两岸的 这个论述主张造诣上 就超越了张亚中 也没有啊 但我们是会在意这些 真正的执行细节的人 但是这一点 会让张亚中 建构出了整个愿景 直接垮台 但你必须去面对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我们说蔡英文违法违宪 那现在你也违法 更精确的讲 违法未遂 违法未遂 但这个更严重 因为他变成说 你在竞选时期 开出的政治支票 完全是一张买空 卖空的空头支票 那这也无法 反正选举期间 政见提出来 有没有可行性 我们也是找 各式的专业人士来讨论嘛 但既然你话说出口了 而且发现他不可行的 那你要不要诚实向选民交代 政客不会的 但学者会不会 张亚中会不会 张亚中的支持者们 在不在意这件事情 当然你们可以说不在意 因为你们就是相信张亚中 你们就是认为张亚中 才是能够带领 两岸和平发展的那个人 所以黄修不要应该扣帽子 对不对 你在那边还在那边狡辩 都访完了 今天还开一整集的节目 来专门骂张亚中 在羞辱张亚中 我从头到尾讲的哪一个不是事实 如果我真的要人身攻击张亚中 我不会用这样讲话的方式 如果你们看过 我那时候在骂民养立委的时候 当然我对骂民养立委 我不是用人身攻击嘛 只是说我那个火力 我真的一条一条 我甚至可能 比如说我随便讲 如果今天我是真的是 在辩论台上遇到张亚中 而不是像昨天那样子 我们在会客室 磕磕气息这样会谈 如果我们今天在辩论台上 我告诉你我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更狠 我把所有的协议备忘录 包括像是中文的英文的 各式各样的案例列出来 它就是协议范围的任地 我可以打得你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最后你只能不断的闪躲问题 我会去抗争 它是备忘录 它没有违法 我不违法是法院说的算 对不对 你这个卫战先降 卫战先退 如果你讲到卫战先降 那我就可以再追问你去 那请问你用台北中国 你不用中华民国政府 那这是不是卫战先降 卫变先退呢 同样的逻辑 黄文修这个人最令人讨厌 最该死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嫌他态度傲慢 你可以嫌他自以为是 你可以嫌他从头到尾都撬着二郎腿 但是你没有办法具体说出他到底哪一句话讲错 反正今天我跟亚中老师不一样 我没有要选举 对不对 我没有要获取你的支持 我就是一个公共倡议者 我是一个媒体评论者 我就是讲我该讲的话 做该做的事情 那你要来反驳我的主张 很好 但是也请你拿出具体的举证 如果你拿不出来只是想要慢骂我 甚至人声攻击我 那刚才那个制作单位有跟我讲 其实不止400则 里面还有好多则 是真的是骂脏话 羞辱我钱家 甚至有恐吓威胁暴力的那些留言 他都隐藏起来了 因为他可能会被 被YouTube那个平台可能会被惩罚之类的 对啊 那我说没差 你说300则里面对不对 角色有一半都是这种暴力威胁 那了不起400500则 我们这种跟塔利班战斗那么多年的 400500则留言 算什么 而且400500则留言里面 可能有50则100则都是只会暴力威胁 对不对 都只会用脏话骂全家 这种没有素质 我说你就把它放出来 对不对 让大家看看说 这个他们的粉丝 这个支持者 是什么样的嘴脸 我是没有差 我完全放得开 对不对 那大家跟我说不行 会被YouTube频道惩罚 我说好吧 那就隐藏起来吧 但是有显示出来的 我也觉得很感觉 我知道 我真的在这样强调 我真的都很敢配大家这么相信 这么支持亚中老师 我也感到开心 亚中老师这几十年来的奋斗 过去一直都没有人注意他 这一次终于在党组选举之后 终于有一群人注意他 相信他 追随他 我为他 我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 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救世 论是论两岸的主张 还有论所谓选民的观感 以民为本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我昨天也其实也 点出来啊 我说 亚中老师跟我最大的差别 我会去在意这些民众的看法 而且我会去抓住他们最在意的东西 我在意你在意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跟义温成对话 而亚中老师他是一个宗教家 宗教家本身没有贬义 他就在传教的一个姿态 去讲述他那套论述 如果你没有认同他 你就是你不懂 你还不懂他的教育 博大精深 但是说了社会 没有人有义务听你的主张 听你的论述啊 所以当你说你并不在意胜败的时候 或者说我甚至还直接点出来说 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 深蓝也好 或者是台湾人或大陆人 其实我觉得都是 大家都中国人 大家都是 有一种自卑转自大的一种心态 而且只要提到说 我们要去倾听人民的声音这件事情 不管是不是主流民意 好就算是主流民意好了 你说主流民意是错的 我要导正他 我要纠正他 但是你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而且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 绝对的道德制高点 去评断说你这样就是错的 你这样就是错的 你不准去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 我有我的讲法 你还敢顶嘴啊 那这不就是一个 家父长式的威权主义吗 对不对 我也说了 小时候爸妈妈妈 虽然你说不准做这个 不准那这个 你还敢顶嘴啊 不准顶嘴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利息小 你打不过他 当今天你利息大了 长大了 不要说跟你爸妈妈打架 你能够搬出去自己生活了 你就出去了 你没有义务在听你爸妈的话了 因为你爸妈从来都不是用 以礼服人的方式 那重点是 我没有说爸妈讲的是错的 爸妈讲的话 也有他的一套逻辑 也有一套的他的价值观 但是你只是你不能够接受 而他强迫你接受 而你不接受 同样的 你也可以有自己一套价值观 你也不要去强迫你爸妈 你爸妈活了一辈子 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就是那样子 这种价值观没有对错 这跟科学事实不一样 这种涉及到主观意识形态的 都没有对错 你可以说不认同 你也可以说他错了 以个人的立场说他错了 那你也可以说对我就要去导政他 但是如何导政 导政的过程 你就必须要去在意那些第三方 他们心中在想什么 我是再三强调 这叫以民为本 但是好像很多时候 我在亚中老师面前 讲到所谓的主流民意这件事情 就变成说 我们好像就要被主流民意 牵着鼻子走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我也从来没有讲过 台湾的命运 可以由台湾自己决定 台湾2300万人在做选择 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是要去相信这2300万人 有去考虑到 不管是美国 日本 中国大陆 等等的现实的因素 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会不会受到影响 种种现实的折冲 当然这2300万人 绝对没有办法考虑到非常全面 他们大多数绝对考虑都非常的浅薄 是 台湾人民是如此 大陆人民是如此 美国人民是如此 日本人民也是如此 他们有时候也是很浅薄 我举个例子 美国为什么会选出川普当总统 川普的那群追随者 不也是都是非常狂热粉丝吗 他们难道有考虑到说 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 美国会在那边 整个乱掉乱成一团吗 美国政府会垮台吗 难道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吗 他们没有 他们真的没有 他们没有这个义务 可是美国的民主 他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 他的缺点是他选出了川普这种神经病当总统 可是他的优点是他有韧性 即便是这种神经病当总统 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垮台 美国仍然维持他的运作 而且甚至是美国这些专业的幕僚跟行政单位 他们都可以去说 总统你说错 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包括疫苗也好 防疫也好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 民族主义他有他的缺点 他有他的优点 中国大陆目前所奉行的 我会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中国大陆也有所谓的民族 只是他的民族当然跟西式的美式的民族有所不同 有东方社会的这种色彩 但是这些都可以去兼容并序 都可以去考虑说 人家做的好或坏 好的地方我们学习 坏的地方我们改进 这才是一个健康 而不是说听到说 你要说要去听主流民意 你就是丰派 你就是跟风 你就是拿香跟拜 你就是被牵着鼻子走 你就是被洗脑了 你就是中了绿色的毒 我让你讲一万次 然后你只会把友军赶走 你觉得我在你面前 我算是敌人吗 如果我不算是敌人 那我讲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建议 如果你听进去了 是不是对你宣扬你的理念 争取更多的认同 不要忘了 今天是亚中老师您重振 不是我重振 我是一个倡议者 我是一个评论者 我没有真正要掌握政治的位置跟权力 并没有 我对权力的结构一直是有个戒心的 亚中老师才是真正要重振的人 OK 好 今天的午休不远的 大概就这样子 那下周二的傍晚 五点半 我们的下班不演了 我们就线上再见咯 拜拜